本集影片跟大家分享如何通过Krita这款免费绘图软体 实时的进行可控的AI绘图 如现在画面所演示的 通过画笔进行草拟 Krita系统便会通过Stable Diffusion 实时的产出对应的图来 这跟最近很火的Krita AI的流程非常相似 不过如果你本身还无法获得Krita AI的适用资格 那么这款免费且开源的Krita AI Diffusion方案应该会很适合你 Krita AI Diffusion是Krita的一个插件 这款插件为Krita搭建了一个跟Stable Diffusion沟通的桥梁 根据官网上的资料 只要显卡在6GB以上就可以很流畅地使用这个插件了 且官方所描述的安装步骤也相当简单直接 首先第一步 我们需要安装最新版本的Krita Krita是一款免费开源的绘图软体 于官网上下载安装档案 并完成安装步骤后 我们再将插件下载下来 下载好压缩档以后 我们需要先运行一次Krita 不然安装插件的资料夹不会被创建出来 第一次运行Krita以后 我们可以在设定 设定Krita中与一般设定的资源类别 找到资源目录 我们浏览到这个目录以后 找到PYKrita 并进入这个资料夹 再将刚刚下载的AI Diffusion插件解压到这里即可 这时候 我们需要重新启动Krita 并于设定菜单中选择Python外挂程式管理器 你会看到刚刚解压的AI Image Diffusion 将它勾选以后 这个插件就会被激活了 再度重新启动Krita 这次我会选择建立一个768x768的文件就好 毕竟Stable Diffusion深途的尺寸也不能太大 在主页面 选择设定 工具面板 然后AI Image Generation AI生图的模块就会出现在画面右方 我的习惯是将这个区块拉大一些 并且你会注意到这里所说的 无法连上Stable Diffusion的错误信息 只是因为我们还未指示Krita的插件 如何跟Stable Diffusion连上 点击Configure就可以开始设置了 设置的方案有两种 第一种是让Krita插件创建一个全新的Stable Diffusion伺服器 这个做法最干净也最简单 安装起来大概需要15GB的空间 不过若是你本身已经有个 Coffee UI版的Stable Diffusion伺服器 那第二个方案可能比较适合你 我的习惯是将不同的平台尽量区隔开来 所以我本身是选择让Krita插件 安装并设置一个全新的Stable Diffusion伺服器 针对全新安装 我们还要在下方设置一些参数 我的电脑运行SDXL还是有点吃力 所以我只选择安装Stable Diffusion 1.5就够了 这样硬碟空间的需求也会相对小一些 模型的部分我就让电脑在安装的过程中 顺便下载了Realistic Vision及Dream Shaper 此外我不打算在Krita中进行图像放档 因此Upscaler的部分也不会下载 CtrlNet的部分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安装 这部分之后再回来安装也没问题 我打算演示如何使用OpenHost 所以会安装OpenHost及一些其他的CtrlNet模型 完成所有安装程序后就可以开始升图了 首先要使用实时模式 我们需要在模块左方的按钮选择Live 然后点击播放键来激活实时模式 如果你跟我一样出现了爆错 可以试试在右边的模型选单中来回选择几次 我的情况是经过一次选择以后 错误就会消失了 并且可以成功激活实时模式 只要原本是播放标志的这个按钮变成赞进键 就表示实时模式一开始运行 我们可以在这里先输入我们要画的主体是什么 在这里我输入的是一只可爱的猫咪 然后确定我们选好了笔刷作画模式 再通过这里控制笔刷的大小 调整到自己觉得适合的大小即可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作画了 Stable Diffusion会实时的为我的作画进行升图 可是你会发现 我总画的图怎么跟AI算出来的图没什么区别呢 其实这是因为30%的Strength太低的关系 基本上这个值越高 AI算图的自主性就越强 当我们将Strength调整到60%以上时 绘图就会成功了 而当我们将Strength再度调低到50%时 则会发现长出的图就变成我的草图了 因此我的心得是 大约将Strength控制在60%到80%之间就够了 除了实时的AI绘图 实时使用ControlNet来控制绘图 也是一个好玩的工具 为了演示 我先将文本改成一个欢乐的小丑 然后在图层这里 新增一个向量图层 然后在AI Image Generation模块 新增一个新的Control Layer 这个Control Layer的右方 是目标图层 确保这是我们刚刚新创的向量图层 左边的话 Image就是我们刚刚使用的画画声图 我们这次可以改成Pose 然后再点击右边这个人像按键 一个姿势股价就会被加到这个向量图层上了 此时 AI也会基于这个姿势进行声图 小丑也就实时地被算出来了 我们可以使用选择工具将整个姿势股价选起来 然后再对齐进行放大缩小姿势调整等 在调整的过程中 Stable Diffusion就会实时地进行算图 以上就是Krita AI Diffusion插件的实时AI绘图 对于更高阶的玩家 或需要更大的控制权的朋友 可以点击这个设置按钮 在这里 我们可以针对每个预设进行设置 我们可以更改使用的模型节点 Laura 正向题词 副向题词 VA1 及采样器等 很是方便 好了 本次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并追踪本频道 再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谢谢